沒工作的日子 令人感到茫然與害怕 兩三個月大概都沒有工作 後來我就去小雯的農業 也去了診所 設計設計 這個行業都設立一下 然後我們認真工作之餘呢 還是需要有貴人當作工作 有時候就會說把小人當貴人 努力工作固然很重要 但其實若有貴人相處 做事更會如魚得水一帆風順 但小新居家風水除了格局之外 白色的錯誤也會讓小人找上門 沙巴 本身背無靠了然後又 這個氣又噓掉了 我去應徵秘書 第二點我又跟他去上班了 他在8月1號的時候 要娶一個國家的公主 所以他必須要買 很大的轉介石 後來我就覺得他舉 都有點怪 我就上網 查了他媽媽的名字 因為他媽媽曾經有詐騙過 我這天做完了 我就不做了 他在這天就跟我講 然而在職場工作時 除了要小心別把小人當貴人之外 更要提防爛桃花 以免熱禍上身 診所的醫生 像那個小故事服 他都會幫我挑最短的那個 一站起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看 故事是這樣喔 去年的時候 遇見一個 執行製作 他就很明天跟我講 我就想 真的好看 他真的好看 其實很多的狀況呢 都會堅決 是 住進了一個口舌是非屋 除了工作運 財運 一直都沒有好的起色 就連小人也頻頻找上門 爛桃花更是隨之而來 究竟運勢一落千丈 要如何破解 才能夠補底翻身呢 你在幹嘛 謝謝 我們是要去幫人家探風水 你這樣鬼鬼祟祟的 就要小心翼翼的 然後比你這樣 要聽一點 我點了 因為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委託人 他們就是狗聲是非很多 小心 天啊 狗聲是非很多 這樣對我 沒聽到 他就… 今天有 對啊 追之殺氣很多 對 而且都是針對狗聲是非 我的天啊 就是你知道 每次就會有一些 這樣無微微微的傳出來 所以我也替他緊張 我覺得還是第一段 就這樣一點點 對… 一點點 怎麼看 康老師 這樣流行淨淨 對啊 不覺得還在那邊耍帥嗎 有啊 還蠻帥的 很有心 來這邊看看 有這麼難 我怕是不是 而且他不擔心 做這一行就是 對 你在怕這種恐懼 是嗎 傳五四三個 他這樣說真的有一個 要這樣跟五分 那是最多的 你們兩個 老師 你們 在幹嘛 幹嘛… 是你講的好不好 你講錯他們家是 口舌四倍很多 對啊 他們有煞氣都是 針對口舌四倍 對 所以我們想說 盡量就是你知道 講話低調有點小聲一點 是 對啊 你們也太 浮誇了 對啊 對 口舌四倍是有啦 因為他們家確實有 六個影響口舌四倍的煞氣 有 都是針對口舌四倍 風水格局 口舌四倍滿嚴重的 但是因為愛與宗教信仰的關係 對 今天會特別針對我們的委託人 給他一個最簡單 最有效的經驗 太好了 對 因為他是信義獨教 所以他其實也 其實他也很相近風水 但希望是可以用這個 最簡單的方式 對 來化解這一些麻煩事 就不會被自己的宗教靈驗 對 今天的委託人 就是近年來較少出現在 螢光幕前的傅天椅 搬來將近兩年的時間 不僅工作運不順遂 而且每一份工作都不長久 甚至還遇到小人在背後刁難 以及爛桃花 而目前獨自承擔家中經濟的他 想必也是感到莫大的壓力 究竟這不滿口舌是非的房子 康老師該如何幫他化解呢 剛才聽多久了 我剛才聽大概兩年了 兩年喔 對 聽說是剛搬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 那時候工作就不順 那個時候沒有那麼順 對 發生什麼事 就是兩三個月大概都沒有工作 都在家 都在家 然後每天都在家裡面 忘了天花板 到底我要做什麼 因為我只會唱歌演戲 那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去找了一個美容業 然後也去了一個診所 然後還有室內設計 這樣子 很棒啊 就各個行業都設立一下這樣子 對 那現在這樣子做實銷 感覺做得滿好的 然後開銷支出這方面都OK嗎 中路還滿可以的 就是說 我有在直銷裡面有收入 有的時候有通告 然後還有大陸的秀 大陸的上演就 然後就價錢就比較好 對 比較好一點 就大概一個月 大概有一、兩次 對 你只要過這個 那樣子 那樣子不太快 就商演這樣子 差不多十倍 這樣很好啊 所以站在這邊 可是問題是 小孩的開銷很大 小孩是補習班 對 他補習班 他那個是有名的補習班 所以他要一次一年 要把它剿掉 一年很好 是這樣的節目 我們這樣講很好 我們這樣講 兩學期要八萬 但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就是說 當我們認真工作之餘 還是需要有貴人當作好考山 對 但是有時候就會錯罰 小人當貴人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這個門口 代表我們是一個收入 代表一個門面 對 但他門口剛好 對到這個安全門 所以行程是一個門對門 但是它是門不切的門對門 對 這是安全門 安全門 這邊 真的,而且剛剛被切到 所以有時候就會遇到 我們教一些口舌勢費 是 甚至有時候有些工作上、職場上 有些人會比較故意地 對他爭奉上 對… 找你情況嗎 有這樣的情況嗎 有 我剛才說那個… 女… 甚麼人 學姐 學姐… 學姐、學妹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我就覺得… 他是比你早進去還是比你晚 他比我早 我在早三年 但是他比你年輕 他才20歲 然後他就指著我這樣 媽 然後我想說… 平常我們大家都笑一笑 對,很客氣 然後一開會的時候我就這樣 我跟你說 媽… 你這樣 不對… 我想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不是,重點是他要修甚麼 他說你拿魚不對 他就說我甚麼… 倒水不對 拿甚麼… 甚麼時候你應該要做甚麼不對 其實這個你必私… 私底下… 就是可以講的東西 都是私底下好好修就好 對 也是就要當著大家面前修… 給你來看 對… 這個有點故意 那其實像這樣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很簡單 會本身有愛與宗教信仰的問題 對 我們就從這個門檻上面 是 掛一個小小的 突透鏡 突透鏡 而且因為對面不是住人嘛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對 其實門對門 就是居家風水中 最常遇到的口舌是非煞氣 但如果你的門對門 又加上護切影響 更為加倍 而一般可以掛上武帝錢或門簾 但如果礙於宗教信仰的關係 也可以掛上突透鏡來化解喔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在診所的時候 你說是在英美診所上班 不是英美 是在一單診所 一單診所 真的喔 對 是當時… 我當會看小姐姐 對… 然後呢 我要去打掃 就是看你們要打掃 然後一大早的時候 其實八點多 很多人 很多公司來來玩玩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人真的是也滿… 設置頭像一把刀 真的喔 然後我碰到 他怎麼會對你怎樣 一個老伯伯 隨著我進去之後 然後把我這樣搶 搶抱起來 然後我這樣 我說幹嘛 還有 我有學了 學了一點台旋道 唉唷 這樣子喔 然後打了一頓之後 再把他抓回來 說 他說 拜託你啦 求求你啦 就 說 不要告我啦 什麼 然後剛好醫生回來 然後醫生就說 那我就把那個攝影機 把它截去給你 給… 讓… 讓他看看 不是 讓你這裡去決定 你要不要去告 監視器的剪接下 給他看他要不要告 他們要到那個不老… 那個不輸櫃 不輸櫃啦 老不修啦 老不修 對啦 所以… 好壞喔 就是因為你後面的東西 擺得不太好 後面 誰後面的東西 你的 又來了 有什麼 好… 老實說 我後面的東西 有一點扁桃 把肉扁桃 在毛細棚 又撈起口 又插 又插 我的後面怎麼了 就是我最怕到 門口就是隱七口 對 然後這鞋子 對方的鞋子 好… 你這個… 而且因為它是沒有遮蔽的 是 你沒有用布把他蓋起來 或者用一個櫃子 你這樣子是… 就是整個你一進這個門口 那味道也不好啊 這鞋櫃要遮下來 要不然這會對它有什麼影響 其實有時候就是被誤解啊 然後有時候就會遇到一些 爛桃花的事情 對 其實應該說它竟然 確實沒有什麼太重的鞋子味道 沒有味道 對 它保養得很好 又能乾淨 體質也好 但是呢 因為這是象徵性的晦氣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穿這個鞋子 你出入什麼地方呢 有時候你出入一些 比較不乾淨的場所 你也不清楚 但是你就會把這個不好的氣場 帶回家 對啊 你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有時候你萬一去參加人家的那個 喔 看病啊 道別室啊 也都算了 醫院啊 會定啊 有時候 意思是說去這些地方 那我… 我鞋子就不能拿回家嗎 你可以把它放在有門的鞋櫃裡面 對啊 對 或者是說你可以 通常如果說你真的去過很多 會氣場所 你心中認定的很會氣 那你可以去百貨公司繞一圈 人氣旺的地方走一遍 甚至花園公園走一下 踩一下別的地方的地氣 其實講真的 我每次掃完木回來 我一定所有的這個 那一定全部都要洗 對 一定要洗 對 因為是太多 太多公園 那我要去銀行走一走 對 接踩一洗 踩一洗 也不錯啊 欸 還會舉一反三 欸 還是我們去把那個 一些好的那個土 帶回來 這是什麼意思 土的話就是例如說有些人他是 體質很敏感的 例如說他可能去外地讀書 或是去外地住 他不習慣水土不符的時候 你可以把家鄉的土 帶一點過去 然後放到紅包袋裡面 然後壓到他的床底下 就可以化解一些 無形當中水土不符的問題 就是傳統奇俗是這樣做的 了解 我想說是把一些好的土帶回來 然後他如果去到一些磁場 比較不好 但是你要聖地的土 聖地的土 對 聖地的土 例如說你去朝聖 你覺得這邊的土 例如說可能有些去 啊 我去以色列 對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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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地方 然後他去過哪個地方 然後你就去 帶一點點回家 對 會可以增加你的磁場 對 那如果佛將不到西藏 是 或禮波等等的 帶聖地的土回來 放到家裡面 也可以提升那個磁場 了解 下次去以色列 你覺得可以蓋也好 對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鞋櫃 換成油門的鞋櫃 會拿一個布把它蓋起來就好了 因為它已經高過我們的身高了 是 對 對 太高了 對 其實太高也會影響到它的一種… 是壓迫性 對… 就是會… 壓迫 然後我真的覺得 一開始進來 真的這個玄關有一點壓迫了 除了這個鞋櫃很高 擺太多東西 然後這個櫃子之外 我覺得最主要好像是上面這個樑 沒錯 對… 壓力很大 頭上有樑 其實我們每次進去她的房子 是 就會發現 就是經過樑下 才進這個門 對 這個樑很粗 對 好寬,怎麼會這樣 她就是典型的開門見樑 她一進門經過這個樑下 其實每天都是一種壓力 一進來一回家一開門 就是無形的壓力 就是負擔好重 她這個壓力不僅是對內 其實是有時候你進去對外 是 這種有時候說不出的不開心 就是有時候我回來的時候 然後跟我媽媽明明沒有甚麼 然後就會… 衝突 她說你怎麼了 為甚麼今天那麼累 然後為甚麼臉看起來不開心 對 所以無形當中就把那個壓力帶回家了 但是… 其實一開門進來這個玄關 其實是滿壓迫的 是 其實這個房子其實不大 但是會發現說她一進門就擺了一個很大的鞋櫃 很多的鞋子 對 然後樑也很大 然後其實等一下我們看到她的家具也非常大 對啊 這個餐桌也很大 對 對 你… 這餐桌我已經拿掉一截了 對 而且大到就是你很難煮飯吧 很難炒菜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講過屋小良大呢 其實在健康語來講就是一種 中流難耐 蛤… 中流 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我只是要寂寞難耐 我可以說中流難耐是這樣 對啊 其實在這個房子 因為它充滿壓力屋 所以有時候你會無形當中 會長一些有什麼東西出來 要特別注意 那當然我們可以如果說 本身體驗自己本身有信仰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在開門有建這個梁的地方 你可以放一個例如十字架 你的信仰材 對 代表說你進門有個信仰 支撐你的力量也可以做化解 那如果說一般觀眾的話 你要放的話 你可以放那個十項之在九宮八卦 都可以 都可以 甚至於放一個白水晶球 也可以幫你稍微化解一下 化解這個開門建梁的問題 對 好 然後對啊 你這個… 其實家具真的都很大 而且那個沙發很小 對 那才直接放不下 我本來 我本來以為沙發那麼大的 結果後來是因為電梯進不來 電梯進不來 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送人家 而且我發現你們客廳怎麼這麼暗 你這是可以開的燈嗎 這個水晶燈可以開嗎 是我們以前的水晶燈 它是會亮的嗎 會亮的 因為它是因為 是因為我要寫錢 所以我用這個LE的 你又是裝了這個燈管 對 變燈刀 其實想要這個燈 就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上講 就是說水晶燈很好 但是因為它的房子真的不大 所以你水晶燈裝這麼大盞的時候 其實它反而會相剋 而且那個磁場會太亂 對 所以其實如果像這樣的話 頂多建議就是說 用間接照明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或者是說 你就裝西頂式的燈增加燈光 那這樣的話整個客廳反而會比較寬敞 好強耶 對 因為你這個燈好像滿重的感覺 對 所以大家心情都會很沉重 對 壓迫 所以我們剛剛在大門 有講過一個范小仁的對不對 是 范小仁 好 在客廳還有一個 更厲害的范小仁 是 它都做到了 做到了 對 做到了 發揮到淋淋進去 是的 來 來 范小仁殺氣No.1 該有的一個都沒少 我去應徵祕書 第二點 我又跟她去上班了 她在8月1號的時候 要娶一個國家的公主 所以她必須要買 很大的鑽戒 後來我就覺得她舉動有點壞 我就上網查了她媽媽的名字 因為她媽媽曾經有詐騙過 我這天做完了 她在這天就跟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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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剛在大門 又講過一個范小仁了吧 對不對 對 好 在客廳呢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范小仁 是 她都做到了 對 做到了 對 做到了 發揮到淋淋進去 對 對 牙蛇 哪裡 我們看這個沙發後面的地方 因為沙發本身背門 對…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為甚麼會有這個鏡子 化妝台,這是化妝台嗎 這應該不是化妝台 不然這是甚麼 這應該是… 像玄關鏡 玄關鏡方 這是你的嗎 這是我的 房東的 從舊房子轉過來的 房東的 其實樑下放鏡子 確實是可以化解這個涼的煞氣 對 那另外涼下也可以放水 代表化煞為財 水 水,流水盆的水 那或者是說放那個頂天佛水晶柱 甚至掛白水晶 都可以化解涼煞 其實它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因為它這個鏡子 放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剛好它的沙發後面就被鏡子 所以它就會本身背無靠 然後又鏡子 這個氣又虛掉了 所以原本是好的 結果後來因為你的沙發沒有背 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問題的話 如果沒辦法解決也搬不走 那就把那個鏡子稍微把它遮起來 稍微遮起來 對,又突然想到了 三個月前的時候 我有去應徵一個 一個 它是一對母子 然後我去應 我是因為朋友的原因 然後認識他們 然後我去應徵祕書 他兒子的祕書 第二天 我又跟他去上班了 結果他就說 他要在八月一號的時候 要娶一個國家的公主 所以他必須要買很大的鑽戒 那種粉鑽 那種粉大鑽戒 然後到101去 什麼十幾克 二次 對,粉鑽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 你為什麼 就讓我覺得很怪的是 你買了 你說你要買 然後後面就跟了一個女人來說 他要刷一個無線的 那種 信用卡 無線卡 信用卡 對 信用卡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種無線信用卡呢 結果連101他都不收 他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後來我就覺得他舉動有點怪 就是他媽媽跟在後面 然後他在前面買 而且他買了就是那種 大的那種 很大的那種 粉鑽 大足爆就對了 但是又不能刷卡又刷不夠 對,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對啊 那就有問題啦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在想說 如果你財力夠的話 這應該是有問題 為什麼做不到呢 對啊 然後後來到第二 第三天 我當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第二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有點不對勁 所以後來我就上網 然後查了他媽媽的名字 名字 結果才知道是 他媽媽曾經有詐騙過 然後才關資了 然後呢 我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這天做完 你就不要做 我就不做了 結果剛好 他在這天 他就跟我講 他說 我真的要在8月1號以前弄到 然後後來 我說 為什麼那麼敢 他想說 其實我媽覺得 我跟你好像 還滿合的 所以她說她跟你很合 她才把這件事情跟你講 是不是 對 她跟我講說 她說 我媽說 要我不要跟你講 我們在洗錢 然後後來我就想 洗錢 我不好跑大才怪 所以他在那邊買的 現在高貴的珠寶 其實他就是在洗錢 對 好 沒遇到貴人 上一個班賺一個錢 就算了 還遇到這種詐騙的 對 洗錢的 這種 好可怕 這有連帶責任的 對 這說刑事責任 很可怕 很可怕 對 所以我可怕 我這樣快 快沙發趕快換地方放 要不然這樣還得 好 這沙發要換哪裡 基本上是換不了位置了 因為放這邊其實也不對 因為它有槍不夠 因為會擋到房間門口 沒有關係 如果只能背門的話 這個鏡子貼掉之外 你可以去買一個山嘴畫 這個的話 最好是山多一點的 OK 把它放桌子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把鏡子遮掉 然後山嘴畫放上去 對 讓你背後有靠 靠山 我真的覺得我好衰 我真的沒… 還好你沒聊到錢 對 我覺得 至少你也沒有… 她到時候刷不夠 她就說 Navan,你幫我刷一下 你可能把她當個人頭 我也沒有錢 我也沒有錢 她是要用你的名字 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 最重要的是 我怕有調查局 把我給帶走 又是一個… 配合証訊 對 沒有 真的 其實我這一次 真的不太會斷 我們當藝人 其實真的最怕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 因為這是影響到名聲的事情 對 這個就是要看她的一個客廳 跟廚房相應的位置 那…好,怎麼看 好,就是你看這個客廳的前陽台 對 前陽台 然後外面有一個 也是很典型的煞氣 外面有煞氣 對 有一個相衝嗎 它這個的話 就是屬於臂刀的問題 臂刀 對 而且它的臂刀剛好切在 這個家裡龍邊的位置 所以會比較影響家裡居住 如果有男生的 像健康 那龍邊也象徵 所以有時候這樣被切到的話 代表說事業上的貴人 會比較缺白一點 關於比較差 對 然後它是一個客廳 剛好前陽台 到廚房 因為它廚房是開放式廚房 對 所以它形成是一個 穿堂風 而且是穿財褲 所以它這個臂刀 這樣直接這樣對應過來 就直接穿化爐燒 所以男生女生的健康 都要很注意 我想了解一下全家人 因為好像 你知道說 對 大家身體好像都不太好 對 因為兒子也生病 兒子急生 一、二、二、二、三 水滾到 媽媽 身體也不好 媽媽 媽媽有開過刀嗎 有開過刀嗎 有開過刀 她說你右腳也要再開 她不敢再開了 因為她說沒有 她說沒有力 對 然後我是有一點失禮 先把外面的壁刀給處理好 好 就是我們可以在靠近 榮邊左邊的地方 可以種植盆栽 那它盆栽其實不夠大 它有盆栽耶 太小了 你說要再大 再大一點嗎 小一點 還可以擋得住 是 就從視覺直接把它擋掉 然後要擴葉的 這樣就可以稍微避免 它長得比我高嗎 當然 如果跟你一樣高是最好的 對啊 就是把它遮蓋 對 好 沒錯 然後像外面的煞氣 可以用樹來把它做化解 可是裡面 這個廚房的問題 真的還滿嚴重的 廚房要過去 橋嗎 橋啊 還是要幫它 來了就要幫它看一下 這老師是不是要建議 不要這個桌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要斷捨離 有時候這個餐桌 如果你硬要的話 其實也很尷尬 所以要斷桌 有時候都會聯絡嗎 想要這一個是 還滿 我知道秀琴很喜歡 真的嗎 可是他秀琴 他家也很多東西 秀琴他家放不下這張桌子 應該擺不下了 OK 真的嗎 他家好 因為他上次有說 他要買 然後 他說那個銷售人 他講說我已經先訂 是喔 你們去看上頭這一館 對 然後他說你剛好買了這一個 剛好就很擋它的空間 對 而且就變成開門見站 另外這個穿堂是因為 廚房沒有把它隔起來 如果可以捨去這個餐桌的話 加一個例如說拉門或是蓮子 把這個床隔天 不會更小嗎 那感覺… 其實不會更小 是因為你這個餐桌沒搬走 你才會覺得小 但是如果搬走的話 你只要稍微用一個蓮子 蓮子 其實就… 怪 要不然其實你穿堂 就是一個大漏財 對 漏財 收到什麼罰單 有… 對…漏財 你還要坐公車嗎 不會 不會 有些人… 學就好 坐捷運 對 捷運… 坐捷運 發票 捷運不會被發票 對 又不會塞車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 對… 有時候花一點錢 花錢消災 還可以接受 但如果常常接到這種罰單 你會覺得很倒楣 自己會覺得自己很不順 我很願望 就突然想到一件事 然後我有個朋友 他跟我講說 你是我好妹妹 我當然要捧場你的 一定要 你再坐直銷 直銷 跟他幾集 他… 他支持他說 好 我要買大盤三個 那… 一個大盤是五萬多嘛 總共有十五萬 那我就先幫他付了 先幫他付了之後 他… 他… 我記得是八… 八號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明天把資料給我 然後… 這個月到現在都還沒給我 對 你接了好幾個禮拜了 對 然後人呢 你打給他 沒有接電話 他都沒有… 沒有讀 然後也沒接 不穩 他沒有讀 他不是以讀不穩 他是沒讀 他是沒有讀 其實這個來自於就是他 手機 手機沒有門 對 然後另外就還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水龍頭呢 水龍頭 從來 對 腰燙喔 後陽台 這就是整個宅 宅水都這樣 漏漏掉 都這樣 對啊 就是往後流 就是默默的在流耶 而且很大 對啊 對啊 而且都不值喔 往後陽台留跟往前陽台留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前陽台的話呢 就是你在事業上 你可能亂投資啊 盲目啊 被劫財啊 都會用 那後陽台呢 也是一個被劫財 但是呢 就是更多的錢會花到小孩 或在子孫等等的身上 會更多 那我情願 對啊 我情願啊 因為花在小孩子身上 還好花在小孩 對 你剛剛講嘛 補習費啊 還暑假這些 而且小孩子想要買什麼 就盡量給他 其實我們 這個天下父母心 只要你的小孩 你可以給他快樂 對 你幫媽媽媽這麼辛苦 都沒關係 對不對 阿嬤做事也沒關係 對啊 但是就是說 花在該花的地方就好 如果他這樣子一直一直留的話 那等於小孩無止情的跟他要 他都可以回答你 沒錯 其實也不能養成習慣 對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說 當然這個絕對方改了 我們就把這個水龍頭旁邊 可以種一個植栽 水龍頭旁邊 種一個植栽 對 例如說 因為讓它 把這個水呢 那個 不要一直流出去的意思 水來吐煙 對 但是 會長一下 對 那個植栽裡面 例如說放個玻璃杯 裡面要放黃水晶 黃水晶就可以了 然後種那個 例如說開運燭 或是那個黃金梗 那需要掛門簾嗎 如果他願意的話 是最好的 掛門簾 對 然後 這樣就會種肉 剛剛你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這個哥哥 這個哥哥要賣的 就是… 好朋友、好姐妹的哥哥 不是,就是這個哥哥 本來要買那些哥哥 就讓我想到就是… 會…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你很漂亮 他想戒指接近 搬來這裡之後 覺得有一些亂想 桃花 對 因為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也是看新聞 就是說你好像桃花 很多人追 我覺得這一點都沒有… 他能夠這麼漂亮 你看…條件好 而且單身 當然很多人追 要桃花 真的沒有 親身立直、條件好 招來的卻都是爛桃花 職場性騷擾 舉動一個比一個誇張 診所 像那個小故事服務 他都會把我挑最短的那個 一站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看 去年的時候 遇見一個執行製作 他就很明明跟我講 走劇場 等一下 如果可以把他 其實這很多的狀況 都會解決 是 剛剛你們有可以講到 就是說這個哥哥 這個哥哥要買的 好朋友 好姐妹的哥哥 不是 就是這個哥哥嘛 本來要買東西的哥哥 就讓我想到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你很漂亮 他想戒指戒指 搬來這裡之後 覺得有一些爛牌 桃花 對 因為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也是看新聞 就是說你好像桃花 很多人追 我覺得這一點都沒有… 他長這麼漂亮 條件好 一定很多人追 而且單身 當然很多人追 要好好花 不… 真的沒有 就叫Nono有來嗎 那哪一件事情就大呢 所以你現在感情是空窗嗎 空窗期啊 就是單身 沒有想談戀愛 如果… 誰不想談戀愛 就叫我的苦 苦處 然後家裡面… 也算很… 老朋友了 很了解 對 連我結婚都來啊 是這樣的 然後像我們家要搬什麼重物啊 什麼的 我都可能要預約時間 就叫她來修水店 對… 裝燈、抓籠 對 還有呢 還有是這樣嗎 抓籠 她有這樣用的嗎 順便抓個籠 她來抓籠的時候 要幫她抓籠 她來幫我媽媽房間的 多餘的床墊放在上面 她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我追求朋友 真的很好朋友 為什麼不發展呢 她要追你嗎 我覺得你非常喜歡 先生 要追就大步一點 快一點 比較大步的 對不對 對啦 你沒有比較大步 你要穿雞的 穿雞的 不會 那女人總是要 就是有時候要… 壁咚這樣 就是壁咚 衝過去 對不對 然後就一直… 然後她不要… 不要拉鍊在後面 之類的 對啦 她很主動 太熟了 我覺得啦 不好意思 那你就主動看 有時候就是怕這個關係 你有處理好 連朋友都說不成 都沒得住 也會怕 但是重點 我是就來問天瑜 如果妳有喜歡 你可以主動啊 對不對 除非妳不喜歡 只想跟她當朋友 那就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妳有喜歡 就大聲地說出來 我很少會主動的 堅持 堅持 診所 要醫生 醫生 好 她走上班的那個診所 這座醫生 妳遇到那個色阿伯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還有一個色醫生 她怎樣 我穿那個… 不是孕婦服 不是 孕婦服 不是 穿那個… 小護士服 小護士服 然後 她都會幫我挑 最短的那個 最短的那件 最肉腿 對 然後一站起來的時候 她就會這樣看 就在瞄妳就對了 對 而且看得這麼明顯 那妳有覺得很不舒服 當然 這是這種 一種 通常我們診所的那個 護士服都不會太短 因為那很不方便做事情 就是她去挑 所以我女兒在穿這件 然後她想說 妳們不要這樣穿 很難看 對 因為妳一萬一要什麼的 然後就是 露出安全褲 姐 對… 妳露出來的 不是她想要看的 所以她說很難看 對 我來看 妳媽媽這樣 對 我這個就是很… 惡劣 我覺得惡劣 我可以這樣子 而且沒有醫德 對 妳討厭 不行… 那妳趕快離開那個地方 早就離開了 穿上怪怪的護士服 短短護士服 就是已經覺得怪怪的了 而且不只是這樣 就是說 在這個行業裡面 也遇過很多是不是 對 而且之前 去年的時候 遇見一個 執行製作 我不說誰 不說誰 當然不能說 當然不能說 不然可以講誰 然後就是 遇見一個執行製作 她就跟我講 她就很迷地跟我講 我們聊了天 然後她就很迷地跟我講 我最常跟你上床 她打賴 也好… 也太失家了嘛 我實在好燒我的心 Oh my God 因為你知道之後 你知道這個人這樣以後 你就離她原地 對… 然後她願意你去吃飯 所以又要借機找機會是不是 對 她怎樣 她要幹嘛 她… 上床 問我要不要去附近的模特兒 你說吃飯吃到一半 還是就是只是在 才吃第一口泡菜的時候 那一口 去模特兒 都還沒吃 就這樣 你吃… 我那個男生製作人 對嘛 就是… 你吃… 吃… 要來睡嗎 太高興而已 要去睡嗎 也就太快了 你快吃… 吃… 我不困 不是 我的假髮 我就會說我不困 真的好可怕 可不可以比我爛逃荒 因為我講真的 我爛逃荒會破壞工作 而且… 會破壞財運 而且有時候呢 這個就是 人才兩師 這個就完蛋了 跟廚房風學人 還是有滿大的關係 是 所以如果可以把餐桌移走 加一個… 屏風啊 把這個格局稍微擋一下 那其實真的很多的狀況 都會解決 是 對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情況 還有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打開門呢 會看到房間門 什麼叫直接開門 會看到嗎 她進來的時候 雄旋關 因為客廳很小 對 所以她會直接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玄關進來就看到房間門了 所有房間的門都看到 對 所以… 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 我把這個梁上面 也再偷一個布 不行 然後這邊再弄一個布 不行… 只能這樣 因為那邊用布的話 你的門口 你的氣會更憋 對 你的人際關係會更影響 你的那個進來的那個… 對 所以我剛講 開門進房間門 就是兩個口 也是一種口舌是非 但是其中有一個房間 是比較衝擊力大的 口舌是非亞麗屋 莎琪帶來巨大衝擊 所以我剛講 開門進房間門 就是兩個口 也是一種口舌是非 但是其中有一個房間 是比較衝擊力大的 廚房為開放式的廚房 形成穿堂風 再加上餐桌過大 導致廚房空間過小 容易造成催事不順之外 也會有進門見扇的問題 而最好是將餐桌移除 或改小再加裝拉門 這樣也能夠同時化解 進門見扇 以及穿堂風的問題 就是兩間房間 是你就是媽媽 先看哪一間 沒有 你是哪一間 我是直走 所以你是這一間 然後這一間是媽媽 對 OK 所以老師 一間比較嚴重 是 這一間 媽媽 媽媽 對 是嗎 媽媽這間房門是打不開 是啊 怎麼那麼四個人在這邊 好笑 你還笑得這麼開心 門打不開會怎麼樣 你不知道 這個衣服很害怕 我們剛剛講過門打不開 代表就是話說一半 所以有苦難言 然後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它門打開 它直接撞到這一個床 對 所以撞到媽媽的腳尾 代表說媽媽的床尾 腳會容易受傷 然後腳不好 媽媽是真的腳受傷 對啊 她左邊開刀 然後沒有力量 然後右邊又退化性關情質 然後醫生有跟她建議說 要開 可是我媽怕痛 然後後來又說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幫媽媽排一個輪椅 就是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比較可以輕鬆一點 但是醫生跟我講 沒有 她跟我講說 不要讓你媽媽依賴 這樣會習慣 對 以後她就不太想要走路 而且會退化 我一說都會 其實是會更退化 不行 可是就是這樣老師 你看它就是風水 真的一直對應 她這些生活的型態 就是真的是不舒服 她會頭開始痛 其實媽媽的房間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門打不開 第二個就是 她的床頭後面 開了一個窗 而且房間其實明明就不大 但是擺了一個很大的衣櫥 而且衣櫥上面那是什麼 你也就是我是說 我認識21年來把我放上去 不是 床墊為什麼要放在那裡 有人要睡上面是不是 為什麼 可不可以誰要去睡上面 我哪有家 要不然幹嘛把床墊放上面 它就不一定屬於那裡的 你放床墊還是誰要睡 不是 可能他覺得空間那邊 可以放那個床墊 就把它塞進去 對啊 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這一間真的煞氣很重 你看在一鏡頭就很愛 衝進去 然後這次沒有空氣 我比較大 很慌張 而且放摘很慌亂 從剛到現在其實沒有 它是來到這裡才變這樣 對啊 這大條 是不是說話都有苦難言 話都講一半 說真的講一半 因為別人要給他講 對 我們沒有要給他講 你點不下去 沒有機會講 今天我要解釋的時間 好 我已經忘了要解釋什麼了 床墊為什麼在辦床墊 床墊… 床墊… 床墊為什麼在床墊 床墊之前買的是三尺 然後我媽媽覺得小 就買了三尺半 然後就把三尺的堆上去 媽媽這樣子一定不好睡的 對,因為他後面有窗戶 這個一定是都睡不好 對,而且煩惱會很多 而且床墊放那麼高 帶有這個天隔被壓 其實煩惱真的不斷 壓力也不斷 還有這個鏡子 也直接照到她的房間門 對 對,鏡子也直接照到媽媽 對,帶我身心不安 難怪三天半夜都跑來 給我們蓋被子 然後我又失眠 重點是媽媽睡不好 這個會影響到她的身體健康 對,一定的 睡不好第一個就影響健康 然後情緒 是不是很會唠叨 對啊,常常會唠叨我 謝謝念 對啊,就講說 你現在去哪裡工作 然後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跟誰在一起 然後要不然就是我出去 五分鐘下了電梯之後 我的電話就來了 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然後什麼什麼 就問了一大堆 我說媽,我才剛剛出來五分鐘 就這樣就是 媽媽是沒有安全感 沒有你在 就互相依賴了 其實真的是依賴 對啊,因為這女兒 一直都很為家裡 一直都有跟她住在一起 對 然後我兒子是下了課九點多 跟暗示打來 媽咪,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我還在開會 我還在開會 對啊 所以一老一小都是很需要你 你看你有多重要 你更要 你想要把自己照顧好 對 要照顧好 我有被需要的感覺 對,真的 這種感覺 很棒 但重點就是 把媽媽現在這個房間的煞氣 趕快把它化解 對,老師要怎麼處理 對 好,其實因為真的床位沒辦法移的 那如果他沒辦法斷捨離 這顆衣櫃的話 床位也堅持只能這樣擺 那我們最起碼就是 這邊人家加個門簾 門簾 因為它進來這個門口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房間門 對 然後又頭後又窗 頭後見窗的話 那個窗簾就盡量把它拉下來 不要開了 都不要開 對 媽媽很習慣不開 但是這個都是最低限度的化解法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 不是最好的 對,不是最好的 那最高限度呢 就是封起來 對 要是改床位 就把這個衣櫃換小 然後原本這個衣櫃的地方 放床的位置 好,媽媽就解決完了 我現在站在這裡 就一直想要去開冰箱 喂 哎唷,對到 對啊 因為我這樣一看過去 就是對到的就是冰箱 你是餓了嗎 不知道 不然我兒子的身材怎麼搞的 怎麼意思 他睡這間 跟你睡這間 他跟你睡這間 對啊 那你不能怪他 開門見面相當就是一個口欲實路 會慾望比較重一點 對 其實它就是以形這個象徵嘛 你看到你就說 我多少餓 感覺到口腹肆育很重 所以比較容易會把他胖 我前陣子 看得到就想吃 我做美容業的時候 我胖到68公斤 這個房間 真的是能 你們這個房間怎麼門 也有打不開啊 照理說這個房間也要裝門連 其實要啦 因為其實它這兩個都開門見方 就是個手蕩其衝 好 對,那這一間的話 我們這間可以大擺進去 對啊 雖然門有點打不開 但是還是要 但是還是可以進得來 其實問題也是 蠻大 你睡哪一大嗎 你睡下面在上面 我睡下面 這是剛剛被我兒子給弄過 你睡下面 這個房間 除了剛剛講的門 就是讓他有苦難言 然後這個冰箱會一直想要吃 對 對不對 還有他的床頭 後面一樣是開窗 對啊 一樣是開窗 對 那你們都會一樣 你們全家人都不好睡 對啊 一樣 而且都反反覆覆的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通常都會放到這裡 對 然後我兒子很好睡 他每天上學都跟我講說 你很好睡覺 你不要吵我 不想起床 想上學 想賴床 其實這個房間 最主要就是說 還有就是 我們窗戶看出去 有一根一根 類似這樣鐵條 就是鋼筋水 你可以看出去的時候 這樣一次一次 代表就是一個尖角煞 所以它這樣的話 代表是意外血光 要特別注意 然後對面那個樓 樓梯也是那個鐵條 對 外露的 都是剛好露在外面的 所以這完全是外露 對 所以 就是誰內外都不是這麼安定 沒關係 心情非常地 對 沒關係 是可以化解的 對 可以 所以一般的人 落面這種煞氣 一樣就是掛九宮八卦鏡或三海症 但是如果說有信仰問題的話 建議就是說 把那個窗戶改成鏡面的 你把它反回去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有非常多這個 有關口舌的格局 其實 是 她跟媽媽也常常 可能會因為工作關係 對不對 然後就會 她會唸 會唸我 然後她會唸到 聽說唸到你晚上在哭是不是 對 為什麼不這樣 因為有的時候 日不復出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日不復出 然後媽媽就會唸我 說你怎麼不去上班 然後我就 躺在床上躺了兩三個月 然後就在想我到底要做什麼 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就眼淚就掉下來了 今天幫她做一些 口則是非的這些煞氣 化解 化解掉了 對 沒錯 然後也讓她可以平平順順的 然後全家人是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對 這樣子最大氣 謝謝老師 謝謝小媽媽 加油 你要加油 對啊 我想要 有啦 有比較好了啦 現在心情也好 今天是大家要來看你 心裡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都是演藝圈 真的是老朋友了 對 大喜 我們是同事這麼多年 而且一起拍戲也很久了 對啊 我們一起拍戲 那時候她都 那少女的時候 以前可能有些事情 可能會比較 懵懂一點 懵懂無知 對 可能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子 懵懂懂 要人家教我們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不可以這樣子 了解了 慢慢慢慢改變 小孩子也大了 對 媽媽要照顧了 也變成熟了 你成長了許多之後 你人生的 你看待人生就不一樣了 是的 而且天也黑了 我阿嬤 我都要啊 別餓了 也要吃飯了 對不對 小姐開始 小姐 總是要給天穎一點點 信心 信心 對 你要對自己很有信心 你很棒的 一切會更好 對 好嗎 只要把這個二十幾年的 抓住就好 沒錯 不要再參見額過了 對 要把握機會 這不是重點嗎 這一定是重點 這會滿好的 所以今天的口舌 是非的殺害器 全部解決了